接下來要上的就是保險絲 保險絲我們在電工上面裝一個保險絲 然後避免過大電流會產生的一些傷害 保險絲 以前的保險絲 就是這種東西武德益溶晶 有這些成分所合在一起 這個東西溶點會比較低 所以比較容易會燒斷 所以武德益溶晶容易融化掉的金屬 然後呢 它的融點比較低 電子又比較大 所以有大電流通過的時候它就會燒斷 然後東西就變斷路 然後就沒有電流了 然後就達到了保護的目的 保護的目的 它的頭髮長這樣 它的頭髮長成這樣 它的頭髮長成這樣 然後你曉得 我們串連的時候電流是一樣的 所以我要保護你 我不要讓你的電流太大 我要跟你的電流一樣 所以我要怎麼連 我要串連 所以保險絲要跟 預保護的電路呢 串在一塊 這樣我們才會有相同的電流 才能達到我保護的效果 好 這個保險絲 武德益溶晶 那這是古時候的 古時候的 但是現在換了 後面跟你講 那保險絲呢 通常會取它的貴皮 它說是五安培 那什麼叫五安培 就是我最大容許多少 五安培 你超過我就會燒斷 然後考試就問你說 我要用幾安培的 這種題目有一些變化 我已經做出來了 我已經做出來了 然後 我這裡的總共電流是五安培 那你要找幾安培的導演師 大概六安培 或七安培 你不可以找到二十安培 太多了 跟它差不多的 或者我告訴你 我最多只能容許十安培 那多了 那多了 你就只能 最多只能找到十安培的保險絲 這樣子 看它的題目怎麼寫 再怎麼回答我 好不好 那更換保險絲呢 用同規格來換 就是你這個保險絲 原來是五安培的 你就要去買五安培的保險絲來換 你不要換個三安培的 那什麼意思 它就老是燒斷 你也不要換個 換個十安培的 它永遠都燒不斷 然後六安培它也燒不斷 那時候你的電器就壞掉了 就要找同規格 然後呢 這是以前的年代 以前的年代有人會做這種蠢事 就是看它那個保險絲每次都燒斷 要換它很麻煩 跟它鐵線去繞一下 永遠燒不斷 永遠燒不斷 但是你的保護作用就沒有了 所以你不可以拿金屬線取代 可是那個骨瘦 現在不會有人做這種傻事的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還不一樣 然後更換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你是不是電器有問題 有短路的現象怎麼樣 所以它一直會跳電 你要先查一下 查一下是有別的問題發生 然後把那問題排除掉 再來把保險絲換新的 我說現在不會就像換這種 無榮絲開關 你們家裡的客廳的一個盒子裡 大概都是這種 無榮絲開關 這種的東西就是怎樣呢 派單就跳掉 跳掉 你只要把它搬回來就好 只要把它搬回來就OK了 所以你不需要去換一個 再去什麼 換保險絲啊 換銅線 換鐵線 你不會有這種蠢事的 因為根本沒在讓你換 你根本不會有這種事了 不會讓你換 所以就無榮絲開關來取蛋 無榮絲開關來取蛋 好 電流太大就會跳開 跳開是什麼路啊 短路 短路嗎 短路 OK了 沒事了 查完了 什麼問題知道了 然後它解決掉 然後把它重新搬回來就做好了 所以你不需要去換 你不需要去更換它 你不需要更換它 這樣就避免有人換錯 或者是有人換成 很純的方法去換它 用鐵線去換 這種事就不會再發生 所以我說現在不會發生了 然後呢 無榮絲開關 就是跟保險絲一樣 所以要什麼臉 串臉嘛 剛剛講過要串臉 你是要保護它的 不是要串臉 那我們電流要一樣 電流要一樣 這有兩種無榮絲開關 這種什麼大銅電鍋裡面 要放這種 大銅電鍋 複棒 就是兩個金屬黏在一塊 然後呢 膨脹不同 所以通電之後受熱會彎曲 然後就會彎到某一邊 就會讓它太熱它就彎掉 它就斷掉了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我們未來要教的原理 就是所謂的電流石效應的原理 然後會把它彈開跳開它的 就是我剛剛講過你們家客廳內容就這樣 長這樣 跳開的 就是這樣子原理 好 OK 了解一下保險絲要做什麼用 要記得計算的時候 讓它是不可以超過它的最大安全負載電流 要放多少的保險絲 它應該要串臉 看來就可以了 接下來是一些生活小嘗試 就告訴你說用電安全注意事項 到這裡保險絲不可以用銅線去換 好 是錯的 那保險絲真的講過現在不會發生了 現在不會發生了 OK 然後呢 不要這樣濕濕的 這樣容易觸電 什麼之類的 OK 然後呢 一個插座上不要放太多的東東 這樣容易超過安全負載就掛掉了 然後呢 你那個拔插頭應該是握著那個黑黑的那個地方 拔起來 不是扯那個線 你扯那個線 很容易使裡面的線就鬆脫了 會斷掉 會變斷路 會壞掉 不行用 OK 要告訴你這樣使用 然後呢 這是 告訴你說 不要靠近太熱的地方啊 不要潮溼啊 不過你們浴室應該都會有一個插頭 準備發插抽風機的嘛 小心一點不要觸電 沒有插抽風機的插抽 那不是說吹風機啦 吹頭髮的 因為女生喜歡頭 早要喜歡吹頭髮 現在要有個插頭 然後你去插吹風機 所以你說就是要你注意安全就是了 就是一些用力安全的內容 OK 好 謝謝 課堂練習